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楊 我們現在來打一下復刻的地獄級向宇宙發起掠奪喔 那這張假愛斯的話可以不用練 拿一張放在背包裡面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一樣會帶大家用不同的隊伍來做一個好打的示範 以及解三成就 那第一隊我們就使用全神劍合作配置的大獎飛春劍星 來解一個全火以及隊長戰有相同的成就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都有打在旁邊喔 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只要去手銷全部的水火木就可以了 按你說如果沒辦法一次銷到 或者場上有卡珠怎麼辦 不用擔心喔 我們只要不要讓兩隻一起打過來就好 而且他們CD還分別是123 所以這邊真的沒辦法一回合帶走的話 我們就是等可以進攻的時候再去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那轉我們都是做直切 OK 好接著來到第二 第二這個敵技還蠻特別的出現次數可能比較少一點點 他這個就是你轉珠的時候步數要落在25到30之間 不能多也不能少你就是要25到30步之間結束轉珠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開三條驗牌珠 但是等一下牌的時候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對面有火符石連擊零化 所以這邊我們必須去把火珠隔開來喔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那中間的數字還沒變白 像我現在就是少 所以我們要把他多動一點點 好讓他中間數字變成白色 只要是25到30之間他就會變成白色 好那我們就是可以進攻的範圍了齁 好這關會出現兩次 所以第一次這邊大家可以稍微先練習一下下降 好轉完我們直切 OK 好接著第三 第三的話第一回我們可以開雷時太 數字我們就用固板來轉 好那數字22的轉法我有附在旁邊 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下 那其實現在的那個牌珠效果也還在啦 所以我們就是去把他排到位就可以了齁 好然後雷時太的好處就是他這個固板有兩回合 但是第二回合 他會變成你第一回合轉完珠子的時候 也就是說第二回合直接幫你排好數字22啦 所以第二回我們就不用轉珠了齁 好那這邊轉完記得都要去直切草息喔 OK 好接著第二回有沒有 他就直接幫你排好22了齁 我們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OK 好接著二血第一回我們先開劍心選龍潮閃 龍潮閃是左邊這一個 好來接著我們就是稍微大力轉一下下 龍潮閃其實基礎就已經幫你加10C了齁 所以對面的C數可以不用太過於擔心 好那總我們去做一個直切 好接著第二回呢我們就再開一次劍心 然後再選擇一次龍潮閃喔 好那這邊我們就是再大力轉一次 好 好那劍心其實就算不靠龍潮閃加C 本身加C能力也已經非常優異了齁 所以這邊不用擔心齁 OK 好接著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我們就心想 不要消到那個光暗珠就好 我們就是直接去避開 我們就是直接心裡想我們要消水火木就好 光暗都去避開來不要消到齁 好那故C的話呢你只要有消到隊伍成員屬性 好只是說我們這邊是全火啦 所以你消到火才有無事故C 好平常如果煮雜射劍心 比較不需要特別去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你隨便消基本上隨便有 好來接著第五 好第五這邊又是那個數字 不是數字啦 就是步數25到30之間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可以開 加關 五田關六 好讓它變成全版的火珠 好那我們這邊就只要稍微繞一下 好讓它那個數字變成白色的 25到30之間 好就可以了齁 那總我們就去做一個直切 OK 好接著來到王一 王一的話呢我們可以先開一個 劍心選擇龍錘傘 這個是為了無事工錢 好然後場上這個火的印記 我們就開另一隻那個 劍心選雙龍傘 去把它移掉 好來接著這邊我們就直接送他 然後轉完直切就可以了 OK 好接著二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開三條 好這邊就有解掉神劍闖江湖疲憊的狀態 好那解掉之後呢 這邊就有牌珠效果 我們就去牌 然後但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留一顆加護珠下來 你如果會怕的話 你就多留幾顆沒有關係 好 OK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囉 好不要調皮 我本來想要再拉高一點C數 好那轉完直切 OK來這邊就帶過去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使用第二隊喔 好接著第二隊的話呢 我們就來使用拔刀栽來解一個水塵救 其實這邊就是神劍-1配置 我們帶個小魔女 20級盾那邊會過得比較快一點點 好那值得一提的是啊 人生狼我們讓他可以帶一個進場-1CD的 我這邊用的是人組武裝 你如果要帶蛋糕也可以 但是記得喔 龍科我們關卡裡也會用到 所以你記得帶到三個形狀一樣 這樣在20級那邊我們才有辦法去觸發這個 一個無數的追打喔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如果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一樣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一樣去手銷全部的水火木 好那拔刀栽有一個可以比較安心的點是 第一下是miss 所以你如果真的卡住很嚴重的話 也不用過於擔心喔 因為 對面打過來第一下都是miss 也是可以閃掉的 好那轉到基本上就送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二 好第二這邊我們就開個拔刀栽 然後我們一樣讓中間的數字變白 所以我們這邊來回稍微走一下 好讓這個數字變成25到30之間 就可以了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的話呢 第一回我們先開拔刀栽轉數字22 好數字225一樣有附在旁邊 就是這顆星拉到最下面 OK 好來接著第二回呢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好我們就把這個星拉到最下面就可以了 好那這時候呢小魔女會剛好跳起來 二血我們就可以開小魔女 好然後等一下轉完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抓拔刀在大力轉 然後轉完的時候可以把龍科打開 就是做一個追打無數 好這樣我們讓傷害比較 保險起見一點點 雖然說我覺得不開應該也可以過啦 不過我這邊就還是把龍科吹下去了 好那龍科其實也還可以順便做一個 減CD的作用 那個正副隊長直接減5 我們等一下拔刀栽就不會再有斷掉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有一回是沒擊斃敵人的 就是在數字22那邊 好 好那這邊就可以直接收掉沒問題喔 好接著來到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 直接開拔刀栽就可以了 好這邊就直接送掉 好接著來到第五 好第五這邊開人生狼 其實讓他帶進場減1CD 也是讓他要剛好在這一關可以直接跳起來 好那我們就把水格開 那一樣就是把部數落在25到30之間 拔刀栽也是有防黏的 所以這個不用擔心喔 好來這邊帶過去 來接著來到王1 王1我們先用二劍去炸板一下 好來接著我們開拔刀栽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是直接抓拔刀栽大力轉就可以了喔 好來這邊就帶過去 好來這邊就帶過去 好來接著來到二血 好二血這部分我們一樣可以開個拔刀栽 好那你如果覺得說拔刀栽開下去這個版面 你很難留加護珠下來的話 你可以選擇不要開你就直接抓拔刀栽大力轉就可以了喔 好那我這邊直接留一顆加護下來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好來這邊就帶過去 等一下我們就來使用第三隊 好接著我們就準備來使用第三隊全貓戰合作配置的佛奴喔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一樣是都有打在旁邊 好特別坦克跟大砲稍微分清楚 貓戰合作是有兩種不一樣的龍科的 好如果有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我們開佛奴 好這邊三隻是可以直接一起收掉的喔 好接著來到第二 好第二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神 好然後我們去把火格開來就可以了 那一樣讓步數落在25到30之間 好OK 好那轉完我們就點個星好了 點星好吃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這邊的話呢 一樣開神去轉22 好那神的22呢 版面一樣是有附在旁邊 好就是這顆光起手 拉到木的那邊 來接著往右再往下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這動作我們就做兩次 欸欸 好啦 復刻關卡應該還好 呵呵 不然我們其實要養成點光以外的習慣 OK 好來第二回一樣喔 好那這邊如果你不小心轉錯 其實也無所謂啦 怎麼說呢 因為他是越扣越強 初死是扣50% 只要你遇到的數字是越戰越強 或越扣越強 越攻越強 這種的 理論上他都是不會追打的 好來接著二血 二血這邊的話我們就開姆特貓 好然後我們開副隊的佛羅 好那這邊我們就大力轉喔 我們就至少轉到5C就可以了 好其實你有消到獸竹竹 就直接有那個加C的選項了 好這邊隨便點就可以了 這邊有結界地啦 所以也沒有辦法消掉 好那這邊打到副隊那一隻 傷害就夠了 其實打到大貓的時候就已經夠了 好來接著第四 好第四這邊我們一樣開個佛羅 OK 好來接著第五 好第五的話呢我們可以開個哈佛貓 然後我們點個 好就點光好了 好然後這邊我們一樣喔 讓步數落在25到30之間就可以了 好那佛羅其實也有防臉啦 所以這邊不用太擔心喔 好 OK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王一 好王一的話呢我們就開神 好然後我們開佛羅 OK 好來接著二血這邊我們直接開個大貓的技衣 好然後這邊的話呢我們可以轉完的時候去把一顆加護珠留下來喔 好 好那這邊的話呢就是第三隊的貓戰 然後我們就來使用最後一隊林黛玉 好最後一隊的話呢我們就來使用全最夢請成配置的林黛玉來做一個通關喔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一樣是都有打在旁邊 基本上就是林黛玉10抽門武裝啦 然後甲寶玉隨意就可以了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這邊我們開潘金蓮的技衣 好我們開到技二師固版為止 好那技二有固版我們就直接開技二 好來接著這邊我們開成員員 好然後我們直接抓林黛玉 OK 好第一關這邊收掉 好來接著第二 好第二這邊我們就再開一次潘金蓮的技二 好然後我們開趙飛燕去點火喔 因為對面有火符石連機靈化 好然後這邊我們就抓林黛玉 然後讓他的步數落在25到30之間就可以了 好OK 對林黛玉有防燒 所以對面那個燃燒不造成影響 林黛玉沒有的是防黏啦 所以等一下才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這邊第一回我們先開甲寶玉 好然後我們就再開個林黛玉 好然後我們抓林黛玉 OK 好這邊先打掉一半 好那另外一半的話呢 我們就先抓角色豬 偷一下回合 我們讓那個甲寶玉再跳起來一次 好那甲寶玉過一回合之後就會再跳起來 那我們就再開一次那個甲寶玉 好然後我們抓林黛玉 OK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二血喔 二血這邊多吉盾 我們就直接開林黛玉去把它處理掉了 這邊就開林黛玉然後抓林黛玉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接著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就一樣繼續抓林黛玉 好來接著第五 好第五這邊我們可以關加開成員圓 然後我們點木 好關的時候就可以點我們先點木 好記得把它開回來 好那這邊我們抓林黛玉 這邊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年輔了 然後我們讓步數停在二五到三十之間 好OK 好來這邊就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那王一的話呢我們就直接抓林黛玉 好羈絆就直接有無視工錢了 好來這邊帶走沒問題 好那接著來到二血喔 二血這邊的話呢我們可以開個潘金蓮的祭餓 好然後我們開林黛玉 好那等一下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至少留一顆加護符石下來就可以了 你如果會怕你就留多顆一點點沒有關係 好啦那以上這邊的話呢是四個不同隊伍 過這一個復刻地獄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